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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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 好了好了到了到了 哎呦我的妈呀 哎 这咋还抱回来了呢 哎呦大姐夫 哎呦怎么了 二号楼小张她媳妇怀孕了 人家小张扶着她媳妇在小区里溜弯来着 被二米粒给看见了 非让我抱着她 围着小区转了四圈 哎呦我的 妈呀 我说二米呀 你可真行啊 你让她抱着你干啥呀 谁让小张的媳妇狗俩嘚瑟来的 这一顿狗俩臭险呗 好像她老公对她也多好似的 我能让她别心吗 真有意思 我累死她 哎呀 媳妇啊 你这是累死我了 你说你的虚荣心呢 停 陈春芬 哎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过你们老前家熊熊燃烧的 传宗接代的剩我了 我这点败运没有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发一朋友圈 都有一百来个 争先恐后的抱着跑圈人 你是头子 我信 你是冠军啊 哎呦 妈妈 歇会儿 哎 哎 咋不叫人呢 阿姨阿姨父 哎哎哎 好好叫 阿姨 阿姨父 好 牛牛好 好好好 把包放下来 行 快洗手准备吃饭吧 爸 我妈走呢 哦 你妈呀 今天和你姥姥和姥爷坐火车 去给你救姥爷过生日去了 太好了 哎 这孩子 你妈走了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哎 牛牛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啊 阿姨父 明天我也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我们家玩 哎呦 这么小小孩知道请客啊 嗨 他们现在小孩都这样 啊 这今天去我们家 这后天呀 就去他们家 明天看来是轮咱们家了 是不是 对 行 你放心吧 到时候爸给你做几个好菜 啊 爸 嗯 我有个想法 你说吧 爸爸 嗯 你爱我吗 这孩子问这问题 你回答我 哎 你 你这爸的心头肉 爸爸 我也爱你 你也是我的心头肉 哎呦 爸爸 哎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是你的什么呀 你是我的脂肪肝 有多远 有多远 你还是我的心头肉 行 行 你放心吧 明天呀 你那些小朋友来了 爸给你准备八个菜 好不好 不是吃饭的事 啊 我们那几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都是特厉害的人 老有钱了 哦 上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看见他们家里 有大汽车 有的住大别墅 有的家 还有保姆呢 呦 他们问我爸爸是干什么呢 你怎么说的 我说 啊 我爸爸也是大老板 我爸爸也是做大买卖的人 嗯 我们家也有汽车 我们家也有保姆 哎 妞妞 你过来 你怎么说瞎话呢 啊 这可不行啊 咱家啥时候有大汽车呀 咱家啥时候有保姆啊 大姐夫 啊 那你是干啥的呀 我是物业的呀 那你们物业的口号是什么呀 做好小区业主的保姆 你看看 你们还是保姆吗 哎呀 妞妞 回答的没错啊 在同学面前 咱可不能跌分 对 你这一点很像你二姨啊 对哈 妞妞 这一点呢 你特别像二姨 就是这种气质呢 要从小培养 知道吗 你这个长 你长得如果要再像你 二姨一点的话 那你就无敌了 爸 就这一次 你也不能让同学们笑话我呀 你就演一次老板呗 不让你白帮忙 算一次上一年初 对呀 从我压最前里扣还不行吗 哎呦 还有商业头脑 没事 你爸爸演一回也不值多少钱 就五块钱的事 人家带 牛牛 商业巨女 你过来 你怎么说瞎话呢 啊 爸怎么告诉你的 让你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你去 你到房间去 好好想一想 等着我 一会儿我给你谈心 怎么又谈心呢 我最怕跟你谈心了 哎 你不谈心 你怎么进步啊 啊 去 房间等着我 行了行了 孩子吃饭点的还抬什么心呢 吃饭 吃饭 干啥呢 爸刚才怎么说的 让你干啥去 哎呀呀呀 哎呀 姐夫 有意思嘛 朝你孩子上 你俩干啥呀 当着孩子面 我就不好意思说你俩 我这教育孩子呢 你看看你俩这一横 这怎么教育孩子呀 教育什么呀 孩子刚放学 你让孩子不高兴 不就撒个小谎吗 你帮他圆一下不完了吗 没完了就差不多得了 什么叫差不多得了呀 撒谎还是个小事吗 啊 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再说了 他这表面上是撒谎 实际上他跟二米一样 这都是因为爱面子造成的 嘿嘿嘿嘿 我怎么刚躺下 还中枪了呢 我必须得反抗了 我告诉你 大姐夫 我认为妞妞这件事 他是可以理解的 理解万岁 你们呀 你们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跟你说啊 马上你们也要生宝宝了 以后你们孩子大了 你们就这么教育他呀 不是 大姐夫 这凶心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人人都有 你敢说你没有吗 我没有 你拉倒吧你 你还没有 上次 我开着车拉着你 去学校接妞妞 你跟我怎么说来着 是不是 车往前开 往前开 尽量停到学校门口 我停到学校门口 你看见妞妞出来 好家伙窜到车下边 站在我前提盖前面 拍着我那个车前提盖 妞妞 爸爸搁这儿呢 妞妞 好家伙 全校的老师同学 家长全往这儿看呢 你家有车是不是 这不是虚荣心 这是什么 我这么厚的前击杆 拍这么大个坑 还有一次 大姐夫你记不记着 你骑着你那个破28自行车 接妞妞去 走到学校门口了 人家妞妞冲你 爸爸 我去接你 那你看把我大姐夫吓的 一顿躲呀 最后你说你躲不过去 你戴个帽子呀 把我大姐二十年前的红纱巾 围脑刮的上来 那原丑就跟偷雷的似的 你说你不是凶 是啥 这点啊 可不能怪我大姐夫 你看人别人家长 这开什么车接孩子 有三十万的 有六十万的 还有一百万的 再看我大姐夫那车 三十块的 哎呀 就是偷地雷 炸了他不心疼 还有大姐夫 你说咱老舅他家那儿子 上大学的时候 咱老舅是不是家里 有一台国产的车 那都没开 租了一台进口车 所以我表弟去上了大学 你看看 所以说这虚荣心 那东西见怪不怪的 好吗 大姐夫 你不要太认真 对 来来来来 咱们坐下来 说说这事 好 我承认 世人都会有虚荣心 但是这么点的小孩 因为这个说瞎话 这是小事吗 最大的问题是 他说了瞎话了 还得让我们当家俩的 跟他一起说瞎话 帮他圆这个场 这能行吗 我告诉你 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 哎 现在是这孩子 已经撒了这个谎了 明天同学就来了 你要不帮着圆 那几个同学就会知道 哎 扭扭他撒谎了 那几个孩子知道了 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得知道 怎么面对同学 怎么面对老师 怎么在小四班混 怎么点赞 怎么互动 就是 要我说大姐夫 你这心眼吧 没事就活动 对吧 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吗 我觉得这对他不好 这不明显是犯错目 这不是 你行了大姐夫 一会儿妞妞出来了 你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对 完了嘛 哎呀 就这么简单点事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你就帮他演一回 能怎么的 哎 哎 有戏 这行了 那我就凑合着 帮他演一回老板吧 你直接抓住 哎 怎么得演个老板 怎么还吃凑合呢 怎么还 我告诉你 赵刚的 你这浑身上下 就没有一点老板的气质 哎 那都不重要 大姐夫气质不够 我的气质可以凑合 是吧 大姐夫 明天妞妞她们同学来 我就扮演一把大姐 往你身边一站 完事了 糊涂过去了 不行吗 就我这富人的气质 再加上你这高颜值 咱俩这小CP往这一站 没谁了那就 到时候把那帮小崽子 捂一捂一捂的 好什么好啊 好呢 我把老婆都搭进去了 我 行行行 你俩演吧 那我也得演呢 你演保姆 我演保姆 行 我演保姆 我都干点什么 你没事 你到时候就 来了以后 给做到饭上就行了 我可不会做饭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吃 那行啊 这样吧 那回头啊 你就别干活 好不好 我来干活 你疯了吧 你大姐夫 你是大老板 我是保姆 你做饭保姆吃 小孩也糊弄不过去啊 这也不靠谱 这个不行 那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浑身上下呀 真的是一点 没有老板的气质 你看你穿这套 什么呀这是 我们就老百姓 就穿这个呗 那我没穿你的西服 我穿上我也像老板 哎呦 来来来来 你穿上穿上来 你穿上 我这可是名牌 来来来穿上 穿上穿上 怎么接穿上 穿上就不行啊 你看 真像个老板 像不像 不是你这衣服 像个破了产的老板 你这是 你这衣服穿太小 我不合适 这就不是衣服的事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气质 好好看着我的眼镜 仔细地看着我的眼镜 看见什么没有 眼屎 我抠出来 我砸死你 我再给你弹回去 哎呀 这俩人 你行了吧 你就是没有气质 我告诉你啊 那行吧 你这么点 你演保姆 你就演保姆 你也特像保姆 也行 现成的吗 老板老板娘 也行 我不是说演不演 关键是我怕 你有你有情感上 接受不了 我演保姆 你们俩演父母 他能干吗 你不问妞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干 这事不用问 孩子肯定接受不了 他跟我这么亲 你问 你问 我问他 我问他 妞妞 死心眼 妞妞 来妞妞 来 爸 你什么时候跟我谈心呢 爸现在跟你谈 妞妞 今天爸爸挺不高兴的 不能说瞎话 明白不 但是你既然已经这样了 爸就帮你圆这次谎 就这一次 明白不 谢谢爸爸 爸爸跟你说有个事啊 明天你和同学来了以后呢 你就管你二姨 还有二姨父呢 叫爸妈 完了爸爸演个保姆 你觉得行吗 行啊 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此时此刻 那个心里的感受 太好了 记住了啊 从现在开始 我是爸爸 我是妈妈 那小子 那小子是保姆啊 记住了 为了明天能够顺利的进行 咱今天得演习一下啊 保姆 赶紧的 别别看着 快点 保姆 咱再假装啊 假装你放学了 来吧 石方背上 带着同学来了啊 假装你带同学来了 来去吧 门口去 好 你好好一点啊 好 开始 快来开始 我回来了 宝贝回来了 来来 来叫人 叫我 阿姨父 保姆 快教她 那个 你你你你你别叫二姨父 你叫爸 对 阿姨父爸 哎呀 牛牛 你不叫二姨父了 就叫爸 对 好 就叫爸 叫爸 爸 哎 行行行行 好 叫我爸 阿姨 别老叫阿姨了 二妈 二姨妈 那怎么呢 还长得不是原配的呢 俩咱是叫姨的 二 什么二 叫妈 快点 妈 行了行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 来来来来 看着欣欣的 高兴啊 表情 高兴一点 高兴一点啊 来一杯 开始 我回来了 哎呦 宝贝回来了 来来来来 叫人 叫 爸 哎 妈 哎 哎 闺女啊 明天可不敢这么叫我 这个情绪的 你同学还以为我把你拐来的呢 行了 行了 这么地吧 来 保姆 打个招呼 爸 哎哎哎哎 我回来回来 你松开你 告诉你嘛 哪有俩爸呀 这是保姆 那我叫啥呀 叫赵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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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愣着了 书包拿走啊 赶紧的书包 我们家孩子书包 这么沉没看见吗 真的把孩子得累着了 倒水 渴了渴了 我们家小公主渴了 没有眼睛 小公主渴了呢 快点快点快点 跑步跑步 快点快点 赶紧拿毛巾擦脸 这都是汗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你动起来动起来 放下吧 行擦擦汗擦汗擦汗 这屋是当年带孩子鞋 汗也不给换呢 换鞋换鞋 保姆 哎呀 我这孩子 你快点来 放个保姆呢 这保姆一分钱都不能 这样我家保姆 都是池的 来 来 爸 哎 不许叫爸啊 我叫赵哥啊 爸 咋了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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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啊 这咋还哭了呢 我把孩子给整哭了 你这保姆 怎么回事你啊 爸 我明天就跟同学说 我爸爸 不是什么大老板 我爸爸就是干物业的 但是在我心中 永远是全世界最爱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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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回屋 干嘛回屋 干啥呀 跟你谈谈心 让你领会一下精神 我亲爱的爸爸 最好的 你怎么回事 是个家 我亲爱的爸爸 陈志芳啊 嗯 我想跟你谈谈心 让你领会一下我的精神 你说 我觉得今天大姐夫给妞妞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教育课 以后咱俩这孩子呀就得这么教育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给他进行拍教 我支持你 行 行 那你明天除去住吧 好 为啥我要除去住啊 别说话 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我咋的了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以后像你 不是那我啥时候要搬回来啊 18年以后 等孩子的金钱观价值观都确立了 我才考虑让你回来 我丢的东西也太多了 我是孩子的爸呀 小刚刚 你给我出来 我给你谈点心 你领会